对我们拉回来讲这个绿媒的花式吹捧赖清德 那我们要延伸阅读一下 因为其实蓝委现在有蓝白合作 他们要来提案修卫光法 不只是针对中天的赴台以外 他们也希望这个新闻台的执照应该永久有效 而且不受任何的政党给把持 甚至不受政党给威胁 这也包含了罗志强 刘许廷 王洪威等人 他们正式提案的卫光法的修法 这里面有新闻自由入法 从严注销换教的条件 以及先司法后行政 这一条呢要这个修正通过之后 效力也可以诉及既往 也适用在征诵中的案件 换句话说中天赴台跟这一题也是息息相关 我们先从政党的这个他举的自己的例子 赖清德刚比三个细节绝无仅有 没关系不关我的事 你要这样抱我没意见 那但第二个新闻我觉得更好笑 赖清德上任金玉帝龙翻身 不能忘下让我家要忘 你现在连讲到嘴都软了 这个记者或这个编辑团 你们到底发生什么问题 你是说台湾地震 是庆祝赖清德上任吗 这不是一个很荒谬的一个标题吗 所以都搞不清楚他为什么这样下 那我的意思是指说 赖清德有怎样故事有怎样的细节 你要怎样去给他甚至造神 我没意见因为我其实不会点进去看 那当然你的支持者 或你们喜欢的人 就会增加你们的点阅率 我也没意见 那反正各自欢喜就好 但问题是的确之前 在中天在报导韩国瑜新闻的时候 其实也是本于新闻的事实 去做一个报导 去被你们支持者检举 或被你们特定人士去检举 然后NCC也去裁罚 裁罚之后现在败诉嘛 那我就要问同样的标准 同样这样子看起来 我觉得莫名其妙下标的东西的话 那是不是NCC你应该主动的 针对这个新闻去做一定的裁除呢 那如果都没有的话 我们当然会觉得你是一个 政治一个斗争的工具 那包含回过头来讲 现在国民党跟民众党 他们我们一起提的这样子 也为广访的一个修摆 它里面很重要的 其中有一点是希望就是说 如果电视台拿到这个新闻台的 执照的话 基本上是永久的 我相信这样提出来 会有些人有点疑虑 就是说永久的话 那是不是没有管制的可能性 当然它有一些违反的事由 是需要管制的 但重点是 过去民进党这几年 它处理中天的事情 它是真的针对新闻自由 还是新闻乱象进行管制吗 没有 看得出来是针对特定色彩 跟它立场不一样的媒体 用它政治的手段 用它政治的工具 大刀一凯 赶下去之后 杀鸡景猴 去影响到其他的媒体 开始转变它的风向 开始必须去吹捧可能执政党或民进党等等 所以今天新闻的这样子的环境 需不需要适当的管制跟调整 我认为当然是需要的 但问题是你不能去针对特定媒体 所以回到这次的修法 我觉得它去保障一个基本新闻自由 还有另外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你不能为审先判 中天的事情现在NCC连续17败 在法院连续17败是什么概念 就是NCC你乱搞嘛 你乱检举或乱裁业法嘛 所以后来法院后过它司法 还给中天一个公道之后判决NCC败诉 但问题是 NCC在这些败诉之前 它已经做成决策要中天官台撤照 行政的手段已经决定了 那后来请问一下 司法还了公道的话 NCC它有什么反应吗 目前完全没有啊 它就说我要不断的上诉 然后我要在一审再审不断的上诉 然后去拖延这样的问题 所以这一次修法很重要一点在于就是说 即便新闻NCC对于新闻台 有它一定的采取的作为 但是它真的实际上 比如关台这种比较严重的行政作为的时候 还是必须等到法院它判决确定之后 真的有一些违反法律的规定的时候 NCC才能直接做成那样子一个制裁的一个手段 而不是NCC就先做它想做的事情 反正你后来的法院怎么样 不关我的事嘛 好 我就退万不言 假设NCC明天翻栏毁误 就说对了我连石西板 我之前对中天我做错事情了啦 那我明天就让中天赴台 那请问一下过去这四年的损失 过去这四年的过去这四年 我们民众没办法听到真实的新闻声音 真实的民主的声音的话 请问谁来赔偿我们 不是赔偿中天而已喔 是谁来赔偿我们这些阅听者 在这种错误的资讯上 不断的生活在这个社会当中 NCC没办法赔啊 你主委拍拍屁股走人 就甚至更荒谬的 接任现在NCC主委是原本做这些错误猜测的副主委 那我们当然对于NCC是更没有信心 也更没有保障嘛 所以我觉得啊 事实的这样子一个法律的修法 是重要的 那当然民进党会觉得说 你看吧你看这个 国民党的委员为了特定的这样子 立团体然后特定的去修法 没有啊你一样 你可以在立法律里面攻防 民进党立委你好好告诉我 为什么NCC他裁处之后17拜嘛 17拜原因是什么 那你如何帮他辩护嘛 你告诉大家 还中天跟还百姓也跟不到 汉婷我也想请教一个神之操作啊 就是像我们的这个脸书的粉丝团郑克爽 他就发现到三立的花式吹捧赖清德 先是说赖清德的钢笔有三个细节 绝无仅有 再者说赖清德上任 金玉地龙翻身望上加望 还有也解析了赖清德在就职520当天西装曝光 还看到的是幸运的子领带 其实这些操作你要操作OK 可是大家就会想起你的双标嘛 当时其实中天还没有做成这样 就有中天被关台 三立将都没有关系 当然双标大家也熟悉啦 只是在这个时间点 又可以刚好看到了针对520推波助澜的这一波 还是让大家觉得毛骨悚然 谢谢提醒 我们等一下马上就跟NCC检举 看当初是罚我们那个凤凰云到底是罚哪一款 然后我们现在就具体同样检举那一款 不过我反倒要讲一下柯文哲的这个 就是呢 这当然也不是柯文哲 就是台湾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什么 双标 尤其对待中国大陆的时候就是双标 怎么说呢 他讲说 哎呀这个当然大家会有一些假消息啊 但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免 你看大陆人吃不起茶叶蛋 大陆高铁没靠背 我本来以为他要骂 就是这种言论也没有人信 或这种言论并不可取 结果他讲说 如果认为这种言论会有严重后果 恐怕要担心是你太脆弱了 好 那么如果同样标准的话 因为他的上 这张截图的上面 我觉得我们截图放得很有趣 这张截图的上面 不就是他自己在讲三大案吗 所以同样的标准 如果你会因为议员质疑三大案 然后你就出来辩驳 那你是不是也太脆弱 经不起风吹草动了呢 不是这样吗 有问题当然就要适宜啊 这才是同样的标准啊 对不对 你觉得别人攻击你市政有问题 你要出来解释 那大陆觉得看台湾这些媒体 整天胡说八道 他当然要做出相对应的作为啊 所以这有什么好声援 或者是这有什么好讲说 哎你这个是太脆弱太玻璃心 那每一个人为自己的这个行为 做出适宜的时候 难道都叫玻璃心吗 所以不应该用这种双标的方式 来去评论 尤其评论自己 跟评论中国大陆 那么再来一个我就是刚才呢 跟亮哥上一个小时亮哥谈完之后 突然啊我这灵光乍现 就是针对这所谓 五名的媒体人 他们的未来的具体的状况 有一句成语啊叫做 引蛇出洞 什么意思呢 就是现阶段你看五个人被点名了 非常的高兴 然后有其他的一些人呢 就会想要效仿 这几个人呢 因为他们都有被取绰号 他们都有一个非常经典很离谱的这种谣言 什么炸菜哥啦 靠背哥啦 土房哥啦 等等的 那只有刘宝洁因为他是主持人 他暂时没有什么绰号 那其他的基本上都有这种绰号 那其他的未来的人呢 开始仿效 等到未来更多的人开始仿效 也被取了什么绰号的时候 那么大陆可能就会加大这个制裁的范围 加大制裁的范围之后 因为短时间之内 他如果没有提出具体的制裁手段 肯定其他人就嘻嘻哈哈嘛 觉得没什么了不起啊 你也不会惩罚我啊 我不去大陆 好 然后就开始这个更加的放肆 开始抨击 开始造谣 开始有了更多的被取的绰号 好 随便举例 比如说 哎呀这个大陆穷到都喝不起一杯水啦 好 所以呢 这个可能就叫做 杯水哥 好 可能就叫做杯水哥 好 那么这个杯水哥 未来也被纳入制裁范围 就这一批人都被制裁之后 哎 那么都被纳入惩戒名单 大陆才会提出所谓的制裁手段 这就像什么 就像当初这个香港推动 这个当时反送中运动的时候 不是一大堆人上街打砸抢啊 就几乎就是各种的破坏作为 当时很多人 香港的人也抨击大陆 怎么还不出一些相应的这个制裁手段呢 结果就是等到最后啊 国安法一出 保健出鞘 妖孽四串逃逸啊 就大概就跑到海外啦 然后呢就还留在香港内部的 就看到一个很具体的某媒体人 以前都说打死不做中国人 国安法一出之后 他都说我打从心底 认为自己是个中国人 所以什么样呢 就是有可能就是 现阶段我们之所以 大陆只点名这五个人啊 就是希望你们越来越多人啊 通通都跳进来 跳进来了之后 我在一网打尽 到时候呢就是师出有名 这样才能够一口气的 把所有的不良人士 通通都斩除 通通都收割 如果现在 我点名五个人 我就只制裁五个人 哇 那其他那些 平常也很放肆的人 他们反而就 就真的怕到 所以我倒认为 有机会是这种叫做 引蛇出洞 让更多的人都跳进去 这个陷阱 对于经常外食的现代人来说 实在可能确保 每天能摄取到足够好菌 也因此 越来越多人选择在生活中 补充益生菌 来帮助肠道健康平衡 但市面上这么多的益生菌 该怎么选呢 挑选具有专利认证菌株 最重要 面对换季引起的肝氧红肿 能调整体质的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就是一个稳定健康基础的好选择 经三角全校配方 让肠道增加好菌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收入多篇学术报告 也证实了克菲尔的重要性 每天一包 就是健康维持的好选择 如果你也想尝试 请上快点购 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对码 还可以享有额外优惠哦 美日克菲尔 让您的生活更健康美好